各位電影師妹你們好,我們今天又開始我們今天的網上的積經的討論, 我們繼續看這個主題就是如何深信神的供應, 由聖經不同的經文去看到神的供應, 我們這次就看以賽書五十八章十四節, 有沒有人讀啊? 你就以耶和華為樂,耶和華要使你成價地的高處, 又以你祖雅各的產業養育你,也使耶和華親口說的。 你以耶和華為樂,就是以神為樂, 神就叫我們成價地的高處, 成價地的高處是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說一下成價地的高處是為什麼呢? 高高在上? 是的,高高在上, 神會叫我們成為尊貴,有能力,能夠做到偉大的事。 就是當我們, 居上不居下, 居上不居下, 沒錯,沒錯, 居上不居下, 好, 那就是說呢, 當我們以耶和華為樂, 以神為樂的時候呢, 神就會叫我們成為很尊貴, 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如果成為一個偉大的人的時候, 神會不會供應呢? 一定會。 是的,一定會, 因為祂需要的資源, 神都賜給祂的。 所以, 其實, 聖經講完的, 我們做什麼呢? 神就會供應給我們的。 當我們以神為樂的時候, 聖經也有講到, 詩篇37篇那裡講到, 神就, 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那就是說, 原來呢, 我們最重要是跟神的關係, 而不是怎樣祈求。 因為聖經講到, 先求神的國和祂的意義, 這一切給我們。 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我們眼睛未能看見, 自當未曾聽見人生, 未曾想到的東西。 以神為樂呢, 神就將, 叫我們成價地的高處, 還有呢, 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那我們就是看到, 神都應許了, 所以我們有信心的時候呢, 就一定能夠知道, 神一定會供應。 是, 有沒有人有東西想回應呢? 有沒有人有東西想回應呢? 當你聽到這件事的時候, 有沒有人想回應呢? 就是說, 神會供應我們的一切需要。 好, 那我們, 這個其實是一個信心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夠相信神的供應, 相不相信神應許呀? 神答應的東西, 其實, 是很清楚的, 聖經是很清楚說的。 當我們深信, 聖經的應許, 因為, 我們知道神是真的, 祂答應的, 祂一定會照做。 那我們呢, 就不會擔心了, 就不會說, 怕了, 死了, 夠不夠資源呢? 我們就會說, 神一定會給足夠的資源, 走在神的指引上。 OK, 好, 那我們這次呢, 看下一書的經文, 是, 哥倫多後書九章六節, 到十一節。 這還沒有呢? 我剛剛傳了在Whatsapp那裡的, Whatsapp的group那裡, 新的那個, 看到嗎? 有沒有看到? 沒有啊, 只是看到, 詩篇, 恩斯爾時, 有啊, 看到啊。 最新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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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今早我傳那個, 在第九處經文, 不知道, 不知道, 我認識近日去啊。 有啊, 林伯拉啊。 第九, 如果你找不到, 你就這樣, stesna。 你已經關掉後書, 就得再說了, 你自己慢慢地看吧。 好, 那就是, 這裡呢, 這個經文, 因為我, 這裡長, 我一邊讀, 我一邊會有解釋的嗎? 首先, 九章六節, 林伯拉後書, 那就是, 少眾的少收, 多眾的多收! 而且, David 請你關了他的麥克風,大家的麥克風不要開 是啊,我關了他的麥克風,他們又再開了 我現在又再關了 大家知道,不是討論的時候請你關了麥克風 好,這個經文狀說,少眾的小修,多眾的多修者說是真的 那就是說,譬如耕種,種得多,當然是修成多,種得少就修成少 那問題就是我們要判斷這個經文所說的多眾和少眾是說到什麽 那我們就由下文去判斷,到底這個眾是什麽意思 那國人要除本身所著定,不要作難,不要勉強 因爲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願的,我們先看整個經文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的家給你們 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樣善事 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周濟貧困,他的仁義傳到榮遠 那賜種給殺種的,賜良給人的的,必多多加給你們種地的種子 又增添你們人的果子,叫你們凡事負足,可以多多施捨 就藉著我們此感謝歸於神 在這裏我們看到就是下文了,我想問大家 下文說到這個眾是說眾什麽呢? 因為下文是有說到眾什麽的,他沒有用那個眾的字 是遲些有用的,不過他跟著講的行為是什麽行為呢? 大家看到嗎? 講到這個多眾小眾,其實講到哪一方面呢? 殺種全福音是果子,人語的果子 OK,在這裏有沒有講全福音? 殺種是代表全福音,不是嗎? OK,由下文去判斷 下文叫做殺種賜良給人吃 你先看清楚,看清楚經文才去講出來 真經文字的果子 下面是講捐書的 大家看下面是捐書的 第九節那裏 是的,跟著看前後的 是的,而根本呢 是的,其實呢 一路在下面除了 其實每一節都是講到奉獻的 捐,這個捐可以是包括幫助群眾的人 還有奉獻 那麽第七節 就捐得樂意的人是神多喜愛的 這裏講到是捐的 那麽然後呢,就能多行各樣善事 那麽第八節那裏 多行各樣善事 沒有講明是什麽善事 不過因為上文講到捐的時候呢 就應該是講到關於錢財方面的善事 幫助人 那麽然後呢 第十一節 又講到呢 凡事故障 可以多多施捨 就是又是去幫助人 那麽所以呢 其實下文 下文就是講到呢 就是 奉獻和施捨 幫助需要的人 那麽我們 所以判斷一個經文 一定要清楚看經文 這個是我們要習慣的行動 不要這樣 一看到呢 撒總馬上就說 是傳呼音那麽 在經文裡面講到什麽 OK 好,那麽所以這裏的意思 那麽如果講到是奉獻和捐助幫助人 那麽少眾的小修 多眾的多修 是什麽意思呢 你們可以講一下了 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分享一下 ok好 那麽我就感恩的 十一奉獻 你說十一奉獻 你講十一奉獻 那麽我就感謝神啦 我出徒信耶穌那麽時候呢 我都給十一奉獻 我們現在不是分享 現在不是分享 現在是解釋經文 解釋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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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眾的小修 多眾的多修是為甚麼 即是你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多的 你的得益就多 到後面竟然是加添人意的果子 以及使你凡事附足的人 即是他上面 一個人在講的時候 另一個人就不要講 有一個人在講 等他講完才講 是的 我都是講那麼多 即是憑那些捐書的各樣善事 必有神的慈福的 他竟然可以加添你仁意的果子 在第十節那裡 還可以叫你凡事附足的 OK 好 我講完了 OK 好 還有沒有人想講 我也分享一下一點 我覺得就是好像聖經所講 你給出多少 神就給你多少 我都公理這些 即是他上到下樓 這樣傾伏給你 或者你幫助人 我試過把錢給你撥一千塊出去 很快我就賺一千塊了 我覺得神是用不同的 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你不是想到你幫助人 神就給你 你是不會想別人的 你只是單單愛神 你去做的時候 是我自己經歷的 神真是超級我所想所求的賜給我 功足有餘 祝福我丈夫他的生意 祝福我自己做生意賺過錢 這樣又賺回來 是我自己經歷的 好 謝謝 你現在是分享我們知道 大家多謝你分享 大家知不知道分享和聖經的分別 聖經和聖經的分別 聖經和聖經的分別 徳師 聖經是要跟回那個經文的 剛才那個姐妹說的那段經文 是當那個人論斷了人之後 耶穌說 你要寬恕人 寬恕人之後 神就會加添給你 上尖下流加添給你 要跟回那個經文說的東西 那就是聖經 即不是普通的分享 他才說到神祝福他 其實就是應用這個經文 個人分享 個人分享是可以的 不過你聖經就要看回這段經文 當然看完這段經文 你可以分享其他經文 意思就是這樣 我們聖經先解釋 然後當我們說 OK 有沒有人分享 關於這個經文的經歷 或者你在裡面對我們的影響 各方面就可以分享了 就是大家分享是包含個人的經歷 聖經就是單單說經文說什麼的 那我們通常的次序 都是會聖經先 然後先讓大家知道那個分別 我們知道我們的知覺性更加高 就是知道我們什麼時候分享 那譬如我們將它應用到日後 譬如我們在教會分享 那我們就清楚是分享經文 就是有時候都會分享過 我今天有領受一個經文對我的幫助 那你也是可以說到那個經文 就說到對我們的幫助 那有些是個人經歷的分享 那我們要分辨到這件事 那譬如 說到 譬如大家如果有一天 有個會說到的時候呢 那也都是呢 說到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先說經文的 就不要只說我們個人經歷 好 那現在我繼續 我們繼續看經文 好 我發覺有些人的聲音 始終一直開了 我們記得 他們自己開了 不關了 我都盡量跟他們關了 但是他們每次開了 他們都不關了 我覺得他們現在關了 我都關了 OK 好 好了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各人要除本身所著定的 不要作難 在第七節那裡說 就是說我們呢 奉獻的時候 我們心裡面呢 我們有的感動 我們所決定的 就不要作難 不要勉強 不要勉強 不要很辛苦的奉獻 因為捐得樂意的人 是神所行愛的 那這裡呢 講到奉獻的那個心態 那我問一下大家 譬如有兩個人奉獻同樣的金錢 但是有一個呢 他奉獻的時候呢 是很勉強地奉獻的 他是 就是 好像 有些人說 你要奉獻 那跟著呢 他就覺得 他叫了我要奉獻 那我就要奉獻了 但是奉獻的時候呢 就不開心的 那另一個人呢 他是很歡喜奉獻的 我想問大家 什麼原因會令到有些人歡喜奉獻呢 大家有沒有想到一些原因 為什麼有些人會歡喜奉獻呢 因為神喜歡嘛 因為神喜歡嘛 有人一開聲呢 那其他就不會開聲 其實誰說 一開聲就說就可以了 不用說 可以說 一開聲就不可以說 OK 好 你說吧 因為神喜歡嘛 那做神喜歡的事 是的 OK 就是說 因為神喜歡 所以我們下去做 還有一個感恩的心 一個歡喜的心 那我又想問大家 由這個經文 我們可不可以下一個 《釋經》的結論 就是說奉獻 是一方面看我們奉獻的數目 跟我們那個入息有沒有關係 那就是另一個 那也是奉獻的數目 因為他講到 小眾的小修 多眾的多修 那所以這個是跟那個數目有關係 那然後跟著這裡呢 就講到 捐得樂意 那我想問你 神紀念我們所奉獻的 會不會 會包括些什麼呢 就是神紀念些什麼呢 大家可不可以 根據這些經文去回應 神會紀念些什麼呢 我覺得奉獻呢 是愛神而做 是很開心的 就是我自己的分享奉獻呢 就是我是為神而做的 就是他每個月呢 我現在是 我現在是講的 從經文不是分享 哦 經文 不是分享 是從經文 你要看經文 所以我們要習慣一個習慣 當我們去《釋經》的時候 就看著那個經文 經文講了什麼就是什麼了 就是在這個經文裡面 我們看到些什麼呢 是神會紀念 有沒有人想說呢 這裏我們是不是跟著看那句 如果我們樂意奉獻呢 神會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加給我們 使我們凡事充足 我們充足之後呢 又能夠再行多些善事 所以是不是想問這些 我只顧著 關機的時候呢 聽不得清楚 關那些人 他們自己講完不關 是不是問這些 我也不知道 OK 好 我想說呢就是 我先問的問題就是 神紀念的是什麼 在這段經文 整段經文 會讓我們看到 神紀念我們的奉建 有幾方面會紀念 上次講了那些 在第十節那裏 他怎樣紀念呢 他會是 譬如那些殺種那些 他會多添他們仁義的果子 根本他們殺種 都已經是仁義的果子 神在第十節的話 他多添他仁義的果子 還叫他凡事附足 他附足了 好了又可以多些詩寫 這樣就 藉著 我們使 感謝歸於神 這樣 我們當然要 感謝神 是不是牧師想問這些 我想問呢就是 神紀念些什麼 神體重些什麼 在人奉獻的時候 你剛才說了一樣的 就是樂意 還有神會看什麼呢 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態 OK 心態跟樂意有關的 樂意都是心態 不過心態都可以包闊更闊的 從經文我們就看到樂意 哪裡是樂意的人 是的 付出的程度 頻率 心態 是的 OK 入個程度 因為少眾的小修 多眾的多修 這個就是程度 就是說他奉獻的數目 但是奉獻數目 我們要記得一件事 或者耶穌都說過的 那個窮寡婦 他比兩個小錢 比眾人更多 因為他是很缺乏 然後他拿出來奉獻的時候 是神所喜悅的 那這個呢 是很不同的 請大家自己記得 關咪 有人說的聲音 OK 那就是 這裡有兩件事 一個呢 就是奉獻的數目 就是根據那個人的入息 如果那個人是 真是呢 是很樂意奉獻 雖然他入息不多 他呢 奉獻是很樂意 神是喜悅的 就是他奉獻的數目 那如果 當然如果那個人 他又很富有 但是他又奉獻是非常之 淡慨的 神也是會一定是紀念的 那這個第一呢 就是那個數量 第二呢 就是那個心態 就是捐得樂意 那所以呢 所以呢 當我們以後 給奉獻的時候 可以 叫自己 怎樣做呢 當我們給奉獻的時候 我們可以 提自己做些什麼呢 問一下自己是否心甘樂意 嗯哼 OK 那這個是第一 OK 繼續吧 你們講是沒有 對象 因為經文也有說 是那個 修制貧窮 對了 OK 沒有 還有呢 用感恩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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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沒錯 OK 怎樣可以加強感恩的心 回顧一下自己得到多少恩典 還有錢從哪裡來 是啊 是啊 就是說 一路奉獻的時候 一路 神啊你真是好 感謝你 我歡喜你 我樂意奉獻給你 以這個心態來奉獻 就是不要就這樣很機械式的奉獻 而是呢 心裡面一路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所給我的一切 我甘心樂意奉獻 這個呢 因為聖經說 捐得樂意的人 是神所喜歡的 喜愛的 所以呢 我們就 根據這個經文 我們奉獻的時候呢 這個心態都是其中 我們奉獻的一部分 就是我們獻上給神 獻上這個感恩為祭 以及這個以神為樂的心 神是更加歡喜的 那這件事是 真是可以調教的 譬如說 我用一個實際的情況去想 譬如有個人 他計算他的奉獻的數目 那又計算了 我心裡面感動決定我會奉獻多少錢 那當他這樣想的時候呢 他也在說 神啊我真是多謝你 我多謝你 因為你賜給我各人奉誠的恩典 我現在很甘心樂意的 將這些金錢奉獻給你 以一個這樣的心態 來奉獻呢 神是歡喜的 OK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了 神能夠將各人的恩為多多加給你們 使你凡事 常常充足能力 多行各人善事 這裡講到 神有些什麼能力 和祂會做些什麼呢 這個經文很清楚說的 神能將 各人各恩為多多加給你們 使你們凡事都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樣的善事 是的 那就是什麼呢 神能夠什麼呢 嗯 給各種不同的恩典 恩為 可以加多些在我們那裡 讓我們凡事都知足的 足夠的 充滿的 是 在各樣的 在各樣的 更加可以有能力行多種各樣不同的善事 是的 好 好 那我問你 為什麼各樣的恩為呢 例如 如果只是錢 就不用各樣的恩為 是很廣闊的 不是的 很闊 很闊 我不是說 很闊 很廣闊 因為恩典是 所有神為我們做祝福的事 都是叫恩 所以呢 我們要去指明在這裡 為了叫我們能夠多行各樣善事 神會給什麼各樣的恩為給我們 讓我們能夠多行各樣善事呢 除了金錢之外 有什麼神可以給我們 讓我們多行各樣善事呢 平安 健康 好機會 順利 發展 或者那些人幫你 那些 OK 那我想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些 和我們 能夠做各樣善事 有什麼關係呢 你講一下 為什麼呢 那等你賦予 那你才可以做更多的善事 OK 我想你解釋一下 你才剛剛說的那幾樣 那幾樣 和你 能夠做各樣善事 有什麼關係 即是你想想 和你做善事有關係的 有什麼 有什麼恩為神給我們 讓我們能夠做各樣的善事 是否各樣的好處 會不會呢 這個好處 亦都是一個很普遍的名詞 我們指明 什麼的因爲 為什麼是各樣的因爲 為什麼不只是 給多些錢我們 讓我們能夠多行各樣善事 那些是什麼因爲 我就想大家能夠說出來 而那件事 是和 能夠叫我們做各樣善事 有關的 這就是 詳細釋經 即是說 我們看經文的時候 不要這樣 那樣呢 就 不斷地說 即是說出來的時候 是很清晰 針對那個經文 說出來的東西 還有呢 就不要用籠統的字眼 譬如說很多恩為 很多恩典 實在太過籠統 都不知道是說什麼 我們一定要指明的 那當然呢 有些我們會說 我不肯定 不過有些呢 是真的會幫到我們 做各樣善事 那些我不是可以說 這個恩典 神想去給我們 詩啊 這裡的 各樣的恩典 當然包括很多 其中一種的恩典 都應該是包括財富 因為呢 因為財富 和那個恩典 也是一樣 當你施恩給別人的時候 可能呢 可能呢 除了你財富登多之後 也都有很多人呢 想你幫助的 那你只可以呢 行 各樣的善事 這個善事 是不是都是捐輸的那些 就是整段經文 都是說捐輸的 是不是 會不會跟第九節的呢 第九節說 說 施捨的錢財 就是會給我們 多些錢 那麼 救濟貧窮 是不是說我們有能力可以幫助 貧窮的人呢 他的人也 首先呢 我們講到呢 是包括 幫助貧窮的人 也都是包括負責的 就是人家 都包括負責 那我 我現在問你 各樣的恩典 因為我們大家已經贊成了 錢是必然的那部分 所以 錢呢 就不是我們 各樣的恩典 因為除了錢 還有什麼呢 牧師 他第九節還說 除了 他的仁義 傳到永遠 就是他的愛心 仁義 就可以繼續永存 會不會他越幫人呢 他的愛心就會越多 他的愛心會加增 這個其中一個 嗯 因為他越愛心 加強 他就越是能夠 有能力做各樣的善事 他有動力 是不是 嗯 我想說 就是大家去發掘一下 還有什麼 因為除了錢之外 除了給多些錢 還會給什麼呢 給多些人他去服侍 是啊 給多些人他去服侍 給多些機會他去服侍 是啊 是啊 嗯 嗯 我想說 會不會是加增 我們的信心 嗯 嗯 我想說 都是的 就是 有信心 他放心 他做這麼多 嗯 那又可不可以說 會給我們 會有多些的愛心 他愛人 OK 這個愛心 我們剛剛說了 早些就說了 就說愛心 有更多愛心 就是愛心 他就想做多些 嗯 增加智慧 加強愛神一分 為什麼智慧有關呢 你每個一點你都可以解釋一下 智慧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你想做一件好事 其實都需要衡量那件事 應該做 還是不應該做 還有做出來 是否真是真真正正幫助到人 還是 其實是可能是 令到人 不移 這個是需要智慧 嗯 嗯 嗯 OK 是的 這個智慧判斷 應不應該怎樣幫 這些就是智慧了 就是我們的智慧去判斷 你看牧師 我覺得有個姊妹說信心是很好 我想起窮寡婦 它不會一開始就將自己養生的兩個錢放下去 他可能會經過很多信心的試煉 只可以,真的很少人會發覺 我都見不到人會有窮寡婦的信心 他可以將兩個養生的錢 我們都是將多餘的錢奉獻 這個真是很大的信心 牧師,我覺得窮寡婦是很大的信心 很難見到人會做到他這樣 所以耶穌也要讚他 我又想問大家 當這個窮寡婦奉獻了兩個小群之後 他會不會結果餓死了 不會,餓死了他就不會 不會,神一定會供應他的 或者他能找到東西吃 或者他能找到東西做 他的信心很強 很有智慧,我覺得這個窮寡婦真是 我們很難做得到 是啊,這個是真的 真是 又有智慧又有信心 這個窮寡婦 非常好 OK 那我想說 我們在做什麼呢 就是當我們看到這些字眼 各樣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這樣立個就算數了 為什麼是各樣呢 所以我會問這個問題 幫助大家去思考 神給能力我們去奉獻 是否只是給錢我們去奉獻 都是給各樣的東西 有信心 有智慧分辨人 有機會 還有配搭各樣的東西 因為我們幫人的時候 我們都幫他的靈命 幫他整個人 那這些就是 我們可以 神給我們這些智慧 能夠做到各樣的東西 配合一起 因為我們做 首先我們做善事 大家有沒有印象 聖經講到做善事的時候 聖經很清楚講到做在哪些人身上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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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需要的人 OK 小子呢 是不夠specific 其實我都講過 就是我有講過的 不同情況我有講過的 有需要的人 有需要的人 極需要的人 現在想回馬太 寡婦 是啊寡婦 OK 大家想回馬太 馬太 馬太 我想問回這個剛剛的姊妹 講的弟兄姊妹 你可不可以解釋 為什麼是弟兄姊妹 所有的人 是信主的人 我想不是信主的人 我們都要幫助 我給大家 其實有兩段經文 我曾經跟大家講過的 一個就是 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節 凡恩你們是屬基督 做在什麼的弟兄身上 做在什麼的弟兄身上呢 誰的弟兄身上呢 大家記不記得 最少的弟兄身上 有病的 是 赤身露體的 赤身露體 機殼的 你寫經文,你寫經文,做在誰的弟兄身上 和馬可九章四章節,凡因你們是屬基督 馬太25章講到我的弟兄身上,大家看到嗎? 如果你寫經文,你會看到耶穌說,你做在我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耶穌的弟兄是誰? 耶穌的弟兄是我們嗎? 是耶穌所愛的 OK,耶穌的弟兄就是我們,先說耶穌所愛的 到底耶穌的弟兄是誰? 那些貓,貓山啊,旁邊喜歡,叫你基督,很臭 我聽不到這些話 那些貓山啊,是貓山啊,很臭啊,很臭啊 David,你剩下骨頭 我稍後拔出去 是不是屬基督的人? 是的 馬可道就說屬基督的人 但是這裡呢,看到了,在四十節那裡 黃耀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少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那麼這個弟兄,弟兄即是我們咯 即是我們即是我們 我們弟兄姊妹 你用一個指明的方法 因為我們呢,不是一個指明的方法 一個指明的,經文所講的方法 一個最少的,一個最少的弟兄身上 一個,是不是代表一個叫做最卑微 最普通的一個弟兄或者一個姊妹 最不起眼的 不懂 你懂我們 你不懂看經文 看經文 大家一起看經文 經文說什麼 我啊,只是說 我借弟兄 我,我一個最少 我一個最少的弟兄身上 是的,一單而已 即是誰 我 我 說我是誰 耶穌 我借弟兄即是誰 這是誰 這些弟兄呢 是不是指上面那些 即是在監 監裏頭啊 赤身露體啊 或者肚餓啊 口渴啊 那些 是 我覺得不懂 我覺得是 我覺得弟兄呢 包括是我們種 種兒女 就是你 誰的弟兄有需要啊 或者誰的弟兄有貧窮啊 誰的弟兄有軟弱啊 誰的弟兄有軟弱啊 你熱真身露意 扶欺啊 去愛啊 去耕懷啊 這個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是啊 是啊,沒錯 因為 即是誰 或者一個缺乏 行不行 我現在討論的是 是否做在誰身上 我們的重點 大家回答的時候 重點 剛剛那個姊妹 之前那個姊妹是有講到的 是做在誰身上 我這弟兄是誰 我現在的注目點是誰 我們就回答誰 一個缺乏的 你看經文 不要從我們的記憶 不要從我們的以往一切 只是看這個 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 到底是在講誰 其實我們就要警醒 因為耶穌講到這句 就是眾大兄姊妹眾兒女 你等等 眾大兄眾兒女身份 就是我們要跟神大兄姊妹 警醒彼此傷害 彼此不要忽略 我現在問的問題 只是一個問題 我只是問一個問題 是誰 這個倒不倒這麼小的袋 最少的是誰 是誰 你先問一說 怎麼去做 我還是家裡 我做家裡 也不照 當然沒有 你不喜歡做的 OK 我想大家 如果你家庭有些事情 給你的的話 請你關心 你不要拿,你不要拿,你不要拿 是啊,彭雪平,你要整天關 我關了他,他又開了,關了他又開了 但是他又不自己不關 OK,好,那好了 那我就說答案了 其實很簡單 我這個弟兄,耶穌的弟兄是誰? 門徒 是啊,就是信而跟從耶穌的人 就是基督徒,真基督徒 我們看到這個經文講的,不是做在任何世上的人 但是我之前有說過一件事 另外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字 凡因你們是屬基督,吸你們一杯水可的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人不能夠上誌 凡因你們屬基督,就是做在什麼人身上? 凡因你們是屬基督,吸你們一杯水可的 做在哪個身上? 牧師,馬可福音第幾章 九章四十一節 我已經讀出來了,你聽我說就可以了 凡因你們是屬基督,吸你們一杯水可的,此人不能不得上 那這個是做在哪個身上? 屬基督的,就是又是基督徒,又是悟徒 屬基督的 沒錯,所以大家識經有一件事很重要 當我們解釋一點的時候,我們不要什麼都說了 只是說一件事,回答那個問題 這個經文說到底做在什麼人身上? 在馬太二五章很清楚說的是,我這個弟兄身上 而馬可福九章四十一節,也是說做在屬基督的人身上 這個問題就是這樣的 這個最少 最少 是不是只是做在最少身上才是耶穌紀念呢? 做在那些 很有成就,為神做很多工作的人身上 神記不記念呢?我想問 記念 是的,記念 有一個經文會支持這件事的 可能有些人就說,什麼都要經文支持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呢 我們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神學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有不同的證據 越多證據越好的 那我經文是什麼呢?馬太十章 第四十一到四十一,四十二節 你聽我讀得的,你留心聽一下 留心聽 人因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長次 人因為二人的名,接待二人,必得二人所得的長次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擺一杯涼水,吸了一小子裡都一個喝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長次 這裏講到呢,就有接待三類人 第一類就是先知 第二類人就是二人,第三是小子 那這個經文,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長次 接待二人必得二人所得的長次 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一個喝 可能不得長次 這裏告訴我們,是不是只是做在小子身上 是不是只是做在一些微小的人身上 不是,包括有先知有二人 和小子三類人 那即是什麼呢,就是一個結論 我們要將結論解釋清楚 即是結論是什麼呢 任何人 屬主的人,基督徒 屬主的人才知道是 還有二人都是屬主的 是的,還有是不是只是做在微小的人身上 不是,先知不微小 二人都不微小 那你將這個結論用一句說話說出來可以嗎 一兩句 即是一兩句 將這個馬太十章寫到一到二 這個結論用兩句說話 接待屬主的人 OK 未夠回應到我們想說的 我們回應的問題是什麼呢 是不是只是做在小子身上 不太 扮捷代屬主的人 都不得不上前 可能不得 OK 也是呢 我也是想大家說得清楚些 OK 我 有沒有人想說先 總之 總之做在主的第二天身上 屬於主耶穌的人 無論他在天國是偉大或者是微小都做 就是我想你講的答案 為什麼呢 因為你怎麼說 先知 二人 小子 沒有講明的定義是什麼 我想大家呢 講出這個結論的時候 是一個清晰的結論 就是說 做在任何基督徒身上 無論他是一個偉大的 有成就的 或者是一個傳道人 一個神使用 大大使用的仆人 或者是一個很卑微的基督徒 神祝紀念 這個就是我的認知 大家看不見到 我從這個經文去達到這個結論 因為這個經文包括先知二人 和小子 所以就不只是做在小子身上 譬如有些人說 你們要留意做在小子身上 我們說 政經兩樣都有說 我們不只是做在小子身上 任何基督徒 我們覺得他有需要 和我們能夠有對他祝福的幫助 我們都做在他身上 我們起初講到 到底是不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或任何人身上 我們達到的結論就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但是呢 我都將這件事擴闊 大家看看我這樣的擴闊法 都合乎聖經 擴闊到我都做在非基督徒身上 不過這個結論是想他相信耶穌 譬如說 這些經文是講到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但是 世上有很多人有需要的 我們幫他的時候 都可以傳福音 帶他相信耶穌 他們就 有什麼支持我 傳福音的時候 我都做善事 都是合乎聖經 都是神會紀念的 有什麼要點可以支持 有沒有人回答到這件事 有沒有人回答到這件事 牧師可不可以說多次你的問題 想清楚一點你的問題才敢回答 OK 好 我的問題是 因為起初的經文很清楚講到 做在主的弟兄 即是基督徒身上 不過我現在問你 從這些經文 會不會支持 如果我們做在非基督徒身上 而想帶他信耶穌 一路幫他們的時候 一路傳福音 可不可以用這些經文來做支持 這些工作 神祖喜悅的 我回答了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我回答了 OK 那我就很感恩的 我相信耶穌就很熱身傳福音 這個聖明的工作 沒有分享 你也是分享 我們現在是聖經 我們現在只是去回答一個問題 我做在不信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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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這些經文支持 神都會賞賜 這個我不是 我做在不信的事情 沒有講我 沒有講我 一些都沒有講我 一說我就是分享 你要很清楚分別 什麼叫分享 分享就是分享我們個人經歷 我現在從經文去釋經 福斯亞 我想回答 全福音根本 《馬太福音》 二十八章也是,耶稣是叫我們 當然是向未信的人傳福音 信了就不用你傳了 你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和父子聖明給你施洗 凡我吩咐你的,都教訓他遵守 我就常與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沒了 耶稣常與你同在 你和那些人傳福音 已經是達到,無論你和窮人 有錢人傳福音 都是可以神與你同在的 未必一定要,當然你有各種方法傳福音 你可以施你的憐憫持愛 有一些窮人傳福音 都一樣受神喜悅 我想問就是用這個經文 我是講到 在施寫的時候 施寫給不信的窮人 而又傳福音 從這個經文怎麼可以支持這件事 神都會喜悅和紀念 就是我們不可以這樣說 應該紀念的 我們用經文去支持人 就是我就想大家都是跟從一個規則 從聖經去建立我們的教育 就是因為這個經文是講到做在主的身上 但是我呢,現在我就說 我去給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我做在不信的人身上 又傳福音 神會不會紀念 就是又向他傳福音 我們有幫助他需要的地方 用這個經文怎麼支持這件事 是神所喜悅的 神會上一次的 熟師是不是用這段經文 因為有第二段經文 馬太有五個段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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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答 每次回答 因為這裡講到做在主的帝經身上 神是紀念神特別講到是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如果我們去救濟幫助那些不信的朋友的人 不過又帶他們信耶穌向他們傳福音 這樣的時候他們信耶穌就成為弟兄 那我們所做的就是做在弟兄身上 這個單單從經文可以這樣支持 不過我相信我們目的是傳福音 就算那個人真的沒有信到 神都會記念的 為什麼呢 我要發展這個樣子 因為有些人就覺得這樣 我看到黑衣 我就給他一些傳句 這個就是神的紀念 神未必紀念 因為聖經沒有說到的 神可以紀念 不過祂未必紀念 聖經是很清楚講到是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做在屬基督的人身上 但是如果我們做的時候 譬如你給他一次黑衣 你又跟他傳福音 這樣呢 我就覺得神的神 你是想祂信任 因為又即是告訴我們 我們所做的善事 是應該以什麼為的呢 牧師 我找到一段聖經 即是《使徒行轉》十章 《哥麗留》那裡 《哥麗留》十章四節 主就叫天使告訴哥麗留 你的討告和周制 他都是靠周制的窮人 已經達到上帝面前蒙幾年了 所以他就要打法彼得去救他 他根本是一個未信人 他是一個羅馬的官 《哥麗留》那裡 他周制的窮人 神也看到 所以叫彼得帶他去信主 這是不是他的福氣呢 所以我們周制的普通窮人 神也看到 他會教我們 因為我們這個周制 會達到上帝面前 哥麗留這個情況 事實上我們是不知道他和神關係的 他到底他是不是 完全不認識神的教導呢 他是未認識耶穌的 所以是 他未認識耶穌,他可能認識猶太教的有一點點 是的,就是他認識這個神的 他因為這個神的緣故去信教 但是他周遲是普通的人 他沒有理由周遲一些弟兄 但是神都顧念他 但是他在什麼國家呢? 在以色列國 以色列國的人基本上是認識神的 不過他有沒有跟從呢? 由這個經文我們有看到一件事的 就是神是會紀念的 這個可以都是包括有信和不信的 因為有些跟從神聖經的人 有些可能他是以色列人 不過他沒有跟從 那其實我講的重點是什麼呢? 大彼大都是啊,牧師 大彼大都是他 他可能周遲他都未必是基督徒 那比特使他復活 OK 我覺得呢 我覺得真的是 只要是把生命裡面那種 慈愛、光輝這樣發出來 就會成為喜悅 信主人就會特別有了 是不是?所以就把你的光照在人前 因為這個光把握了那種 因為神都愛世人 是啊,我們有什麼辦法不愛世人呢? 神都愛世人 好啊,好啊 是啊,那個光照在人前 就會把那個好行為 把榮耀歸及你們在天上的父 那父得榮耀,那父當然開心 又有人看到父的榮耀 那天父當然開心 那又會喜悅 主要主要都是做神所喜悅 還有將自己裡面的生命 這個是神的生命去流露 就可以了 OK 謝謝 OK,好,多謝你 我會總括你們不同的人想說 牧師,我還想補充一些經文 即是 《路加福音》第四章 耶穌就這樣說 當主的聖靈降在他身上的時候 他當然除了傳福音 就給那些窮人 他還做其他的事 即是受壓制的得自由 這些受壓制的即自由 不是基督徒受壓制 我覺得他其他人受壓制 都使他得自由 有很多耶穌、趕鬼那些 最初都未必信耶穌 耶穌也是在憐憫他 所以也是要憐憫普通人的 OK 你又說出另一點 憐憫 現在我們說的問題就是 做善事 譬如捐做、幫做 但是憐憫算不算做善事 牧師 OK 那要點是這樣 神 神有沒有叫我們憐憫世人 神有沒有叫我們憐憫世人 神叫我們愛世人 神就是愛世人 那我們跟神愛世人有什麼不妥呢 沒有說不妥 是的 都應該這樣做善 跟神的意思做善 幫助他們 幫助他們 他們有壓益的 有穩綁的 我們都幫助他們 這個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這個是完全合乎聖經 我現在說的是做善事 就是說捐錢財去幫助 譬如有些人以為說 我捐了很多錢去哪個機構 我這個是不是神所紀念的好行為 這個就是我今天討論的目的 我明白 OK 那我總括出來 總括出來就是說 首先 基督徒應該連運世人 任何一個人有需要 我們都連運他的 而聖經講到 基督徒的好行為善行 尤其是捐助那些 是應該做在主的弟兄身上為主 主要 因為聖經是很清楚講明 因為你屬基督做在你身上的 就會不能不得上次 和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審判的時候 神就會問我們有沒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是聖經很清楚的經文 所以我們不能夠忽略這些經文 但是我先說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做的時候有全福音 想他們信耶穌 那他們有些信耶穌就成為了弟兄 那就一定紀念了 不過如果我們有這個目的 但是他們沒有信 那神是否紀念呢 我也覺得紀念 這個雖然沒有聖經直接講 我想說不是每一件事我們做 都是有聖經直接講的 不過我們盡量去找聖經所支持的東西 所以你發覺我講每一點我都問你 有沒有聖經的支持 這個就是建立神學和教導的很重要的原則 我們盡量是有聖經支持 不是代表一定沒有聖經支持 一定知道 就是我一定不做 譬如聖經那時候沒有講傳媒的 但是我們今天可以用傳媒 這個沒有問題的 就是有些事情不是一定 在聖經有講的 不過呢 我們盡量在聖經裡面找結論 好了 至於講到哥利劉啊 大比大啊 那些他做的善事 我相信他們是 一方面就做在伊斯利人身上 還有他們有傳福音 哥利劉沒有 大比大有 所以他們做的時候呢 其實也都是一路彰顯神的榮譽的 那我想講的是什麼呢 我是針對有些人以為 我就這樣走過幾多黑衣 我就放些錢給他 那我呢 就是神紀念 不是一定的 我們做的時候一路傳福音 神一定的 但是如果做的時候 跟福音無關 跟彰顯神的榮譽無關的時候呢 是神未必紀念 我只是說神未必紀念 我不能夠說絕對一定紀念 不過未必紀念 但是聖經記載的 都是講到做在祂的身上 還有我們謝仙有達到一個結論呢 就是說呢 做在先之身上 有得賞賜 在二人身上 到少之身上都得賞賜 即是說 做在任何基督徒 無論他是有幾偉大 他有幾多成就 他一個牧師 一個領袖 都好 我們都可以做在他身上 神都紀念 這個就是我們謝仙所看的經文 達到的結論 那我希望大家都 由這個過程呢 大家看不看得到我 今天有兩點強調的 第一 分辨什麼叫做色經和分享 色經就是從聖經達到結論 分享就是說 我試過有這個經歷 我經歷到神什麼幫助 這件事是好的 不過 這個不是我們達到 神學結論的方法 我們不可以說 咦 我有一次做過這件事 跟著很有效 那你們各個跟著做 我們不可以一定是這樣的 這個是你個人的經歷 不是一定是一個 就是不是一定一個 絕對的真理 但如果從色經 我們就可以說 這個是一個絕對的真理 因為聖經達到這個結論 OK 大家對於我以上所說的 有沒有回應 明白 明白 不過你好深 今天好像 其實呢 其實也不是很深 也不是很深 不過呢 我是想大家答問題 聽回聖經 今天就 是啊 你要我們著重經文 因為我有兩本的聖經 一本和合本 一本身形本 我應該是看誰 因為那些字有少少分別的嘛 那不就要找找找找找 OK 這件事呢 就不是最重要的 那這兩個譯本 都有它的好的地方 其實無合本 是比較先的 就是多數人 比較熟識無合本 新譯本呢 是比較用現代的語言 但我覺得兩個經文 兩個譯本去看都可以的 那也可以看原文 我講過如果你懂英文 你可以看原文的 Interlinear Bible Interlinear I-N-T-E-R L-I-N-E-A-R 那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可以傳到那裡的 就是說 就是兩個語言對照的 有希臘文 新約就是希臘文 舊約希伯 對英文 或者其他語言 這就叫做Interlinear Bible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意思 才是最準確的 有時候新譯本 都未必是最準確的 最好就是看原文 OK 那我今天所講的東西呢 不是深奧到大家不明白的 我只是想大家呢 精準一點 不要答了一些 不是我們要找出答案的 譬如我們講了很久 就是是不是只是做在焦徒身上呢 因為不是 就是任何人身上都算呢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 答了別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說 帶你回來了 好了 我們現在只是回答一個問題 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還是做在任何人身上 這個只是一個我們學習 我們的思想集中 我們現在討論一個問題 或者你自己懂經的時候 你看聖經 咦 只要講到 那個經文 講到做在主的代經身上 到底是 是誰 我們自己去分辨 那你分辨的時候 你又不要說一堆的東西 重點就是這樣 你說一個就是 那樣的重點 我們跟別人溝通也是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你說 和子女說 我想你勤力讀書 我們就說勤力讀書 就不要說你穿衣服 就這麼新潮 你又 你又睡覺睡到這麼晚 你又認識這麼多朋友 你又有 就是這麼多問題 那那些就變成 這麼多人一起講 那就是 一離題而已 我不要離題 我們聖經就在那個題目那裡 而看聖經 就是盡量每一個結論 都是從聖經而來 就不要說 我覺得 還有呢 就跟著就講一些 是經文所講的東西 那大家有沒有覺得這種 麥式經 其實不是 不是深得很緊要 我們今天講的東西 我的弟兄身上 根本不是深得很緊要的 就是 其實你看清楚 是會明白的 不過只是我們 不習慣 不習慣去 這麼詳細去看聖經理 大家 你覺得是不是 我今天講的結論 是不是深得很緊要 還是只是帶領大家 精準一些去留意經文 不是深得很緊要 只是深了一點點 跟你平時 就是著重那個經文 要專注那個經文 要看這個經文 就是要留意那個經文 那裡這個究竟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件事情 還要多一點時間去學習 OK 好 那你知道就行了 今天講這些 都很提醒我 真的和弟兄姐妹的關係 就是那種關顧 那種父子 很提醒 很感恩 又 因為呢 就是不要忽力 愛弟兄姐妹的心 還有 不要忽力這件事情 在聖經也是 還有你懂經也是 你講解經文 今天又學到 你講解經文 就是講經文 從經文裡面解釋出來 又聽經文的解釋 都聽到的 都感恩 明白的 OK 我覺得很好 其實是言經 今天就真的是言經 對 對 今天就是深入言經 有個總結 然後又有個總結 如果時間更多 才去應用 因為很多 有時候那些 如果想傳播音 有時候讓他們去自由討論 講多些 很享受自己分享經驗 那些就時時都會有 這些釋經就少了 是啊 楊木珠你好惹 這個女孩會逐步逐步 引導人 再深入一點去 去注重那個經文 專注那個經文 去思想那個經文 是 OK 好 所以希望大家以後看聖經 都是留心那個經文 然後應用就可以很廣闊的 首先說平又講到一些應用 就是 是 劉針特英展會 但我就會加上這句 劉針特英展會 如果他們真的有些需要 真的他們自己 不能夠幫到自己的 我們就去幫助他們 這個就是一個 因為我加上這一點 不要只是留意他的需要 那麼留意到 就怎樣呢 有些人呢 就是濫用人的愛心 那種呢 就不是我們要鼓吹的 就是譬如有些人呢 他什麼都要找人的 他所有的東西 他家裡的東西都要找人 去幫他 就是找基督徒去幫他 那他有時候是濫用了基督徒的愛心 那我們是不應該濫用別人的愛心 但是如果這個人真的他很貧困 或者他不懂得找工作 他不懂得做工作 能夠做得好 那我們去幫他 懂得做工作 做得好呢 讓他將來的工作 能夠保持到 這個都是善事來的 因為我幫到他自己 能夠 即是 將來做工有供應的 而他在他很窮困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幫助他 不過這個呢 就是出自個人的愛心 就是說 我們個人的愛心 我們看到他真的很需要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個人幫助他 這個都是神秘念的 OK 好 那我們今天到這裡為止 那我希望大家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說 事前的經文去達到結論 而我們今天看到就是 我再簡單的講話 就是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是神所吩咐 不過我們做在不信的人身上 是想他信耶穌 而大家都信耶穌 他就變成弟兄 一定神祭念 就算他沒有信了耶穌 我相信神都是祭念的 雖然聖經沒有這樣說到 但是呢我相信神是紀念的 而且那個努力去傳福音 一定是神紀念的 就是傳福音的部分 一定是神紀念的 那我只是針對有時候有些人 有些機構 只是做善善而沒有傳福音 或者有時候有些教會 只是做社工 就是他做很多這些社工 但是沒有傳福音的 那樣的時候 那樣的時候 他未必是神所喜悅的 因為他沒有把神的恩典帶出來 那也有些基督徒 他只是做好人 但是他的生命 是沒有說耶穌的 他沒有說出耶穌 他是很好人 但是他不說耶穌 我都覺得是 我們不能夠說 人家看到你好人 就會信耶穌 不是一定的 我們一定要開口說的 沒有傳道的 不會有人相信的 正經是有說這句話 所以我們一定有傳福音 也都見到人需要就有幫助 OK 那我們一起祈祷這段時間 香港的天父 多謝你 讚美你 因為你賜給我們需要的一切 你賜給我們封聖的恩典 我們真的感謝你 我們都感謝天父 在香港真的有一個穩定的環境 尤其在這個末後的世代 我們看新聞看到很多地方水浸 在中國 在印度巴基斯坦 在非洲很多地方 甚至在歐洲 都有水浸 造成很多破壞 也都有一些旋風 也有熱浪 現在已經很強烈的熱浪 有些地方有些人 也都因為氣候天散 我們都看到是回頭的日子快度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為主作美好見證 能夠是大人信仰 也都在過程中 我們都會幫助人的需要 尤其他心靈的需要 我們都去憐憫他 去醫治他 去安慰他 為他祷告 為他釋放 祷告 為他趕出邪靈 或者他心靈有憂傷的 我們都為他祈禱 去得釋放 得醫治的安慰 為主幫助我們 不要淪失我們有的金錢 因為聖經有講到 到金錢無用的時候 我們所做的 就會接我們到永恆的帳幕裡去 就是有一天 我們有多少錢在銀行 全部都沒有用了 有一天已經是全部廢了 但是當我們仍然可以的時候 為主幫助我們 為金心樂業奉獻 做在需要的人身上 去榮越主的聖命 祂主賜給我樂捐的心 深信神可以供應回我們的需要 我們就從十一奉獻作為一個起點 十一奉獻是一個起點 但是我們不是停止於十一奉獻 我們是金心樂業為主奉獻更多 神是必定起源 並且神會交托更多的財富給我們 叫我們能夠多行各樣的善事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哈們 哈們 好 謝謝牧師 多謝葉牧師 多謝主 那大家記得 就是真是金心樂業奉見 也都真是留意 有些可以做些什麼人身上 也都做在牧師傳道的身上 他們有些什麼地方 我們幫得到他 神都紀念的 做什麼善事 在基督徒身上 牧師傳道都是需要我們的鼓勵 是欣賞的 OK 好了 你還有問題可以再問 那我會在群組發出 這個Interlinear Bible 那些連接 就是那個 對比的 希臘文 希伯來文 對比 但我們不懂希臘文 希伯來文 也沒有用 它有英文 它有英文解釋 這一點是非常有幫助的 如果你懂得英文 還有它還有一個叫做 Strong's Number 就是叫做原文編號 原文編號 Strong的原文編號 一個人名叫Strong 它就將《舊約聖經》 所有的字編排用四個數字編排 新約聖經的字編排 舊約就是希伯來文 新約就是希臘文 那麼 它那個 Interlinear Bible 上課裡有四個數字 你一按下去 就會看到有英文的解釋 還有還會顯示給你看 在哪個經文有用過 而在聖經在哪裏怎樣翻譯 這樣的時候 如果你全部詳細看 真的很長時間 不過有時候 你有一個鍵詞 有一個重點字 你想找出那個字的意思 你用這個方法 是會幫助大家 好 這是牧師 OK 我知道到時候會教我們 不懂那些的話 是嗎 是的 我給了你們 你們試試用 你用了之後 你不懂的時候 你在WhatsApp問我 那我知道你問什麼 然後呢 我就下一次的時候會解釋給你聽 好 在這裏 一顯示 就會顯示了新約各點的 但是呢 你看清楚呢 它在introduction下面那裏 是有舊約 舊約它分開三部份的 由 首先你要懂得舊約那些 聖經那些 書卷的那些名字 那它有講到 由創世紀至歷代記上 由歷代 歷代字下 指導申言書 然後呢 就傳道書 指導馬拉基書 這樣分開三部份的 大家可以看清楚 OK 好吧 那你試試用一下的時候 譬如你有個經文 我想知道這個意思 譬如今次那些經文 有些字的意思 我想看一下 那你又可以查一下 看一下 你會發覺 有時候 中文聖經是有翻譯作用的 黃俠本是有些地方翻譯作用的 新約本我沒有查過 新約本的翻譯 不是全部都是適合的 就是我有些發現 我都想 我發覺那個原理的意思 和黃俠本比較容易找到 就是 其實黃俠本有很多地方都是翻譯作用的 你也可以把這可是 做得不定 我是否很快 我們要不要看 就真是不喜歡 就是 一步 一步 成績 一步 一步 成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